啊堆堆堆堆丟你的心 David老师今天大盘是拉回的耶 对啊可是有些股票没有买就快涨停了 看影片 时间越来越接近 但是你一路从2021年 你听了David老师一整年 你会发现到 老师每每在最关键的时刻 除了给你方向之外 还让你有赚钱的机会 好朋友们 我上个礼拜跟大家讲的那一段 送给大家的抠讯 很重要耶 老师真的盘就这样上去了 可是今天加全指数好像又 不是 不太行 对哦 有点软 软啪啪的 对 那到底行不行啊 到底行还是不行啊 今天节目重点就一个 八个字 八个字 先涨 加全 加全 债标 贵买 全国所有好朋友们 你有没有发现台北股市间指数 跌的状况下 David跟你分享的那些股票很强 非常强 有点快涨停了 是啊 你们觉得很奇怪吗 明明指数是跌的反而股票涨了 这不就是大家最喜欢的 也是我过去一直跟你讲的 台北股市上周五很像2021年去年的5月17日 5月17日之后台北股市真的上去了 可是上去之后指数一涨之后指数停住 可是回来看看不对啊 怎么股票一直涨 是呢 所以台北股市先涨加全指数 再标贵买 不过今天有个很重要的跟你分享 台北股市的特色 台北股市这几十年来 台北股市已经超过40岁50岁了 等下是这几十年来台北股市向来有个特色是 就是涨的时候不会起步骤 会分开 不会一起 不会一起上 但是跌的时候呢 会一起下 所以你就会发现每一次 比方说我们这一波因为FED又要缩油表 2022年据说要升息四次 可是美股现在没有跌啊 台北股市这一波 加全指数也涨回来了 那谁跌了 是贵买 是贵买跌啊 所以贵买后面会有个补涨的力道 会有个非常强的力道 这一段是你接下来最好赚的 可是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好赚归好赚 买就买去就买去啊 对不对 万一你最近回答的时候 有些股票卡住了 或者你买贵了 对不对 卡住的 比方说老师 我金红的 我给你们讲要卖嘛 三一四一嘛 有 有些人就没卖嘛 老师没卖 但是没卖不是问题 因为你去年8月16到20 David送你的时候才110几120而已啊 是啊 你那时候买的到现在没卖 你还是赚啊 嗯 没错 可是如果你买220220230240的 如果你买高买贵了 对 你会觉得很奇怪 去年8月16到20 台北股市最低迷的时候 David送给你的金红 有 110几张要250 有 以上 费高292 是 6104的创为 从90几块 涨到220 这个应该铁钻了吧 铁钻啊 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 全国说投资朋友们 你买这种股票应该是铁钻吧 铁钻 但是我给你讲个好玩的 还真的有人赔钱 我不要讲的是谁 这是投什么那个 哦 投很痛 投资朋友也有人被赔钱 因为你第一个你成本没卖好 对 第二个你看现行剧追 是 然后一下来就被K掉了 对 结果卖掉之后又上去了 造成你 老师创为明明从90几块 涨到220涨 一倍的股票 怎么会做到赔钱 倍数翻的股票 其实志愿也是 3.35也是 明明这么强的股票 还是有人做到赔钱 还是有人做到赔钱 对 哪呢 所以好朋友们 这件最重要的啦 叮改叮改 麻烦各位 大家都知道 我发现很多这位 很喜欢David给你的股票 确实这股票表现得很好 没错 其实大众控也是 二十四九七 一定也是 一定也是 这些好股票 纵使它再好 你都不可能无止境的追啊 当然咯 对不对 40块的一例天你没买 你硬要买90几的 你当然被K啊 一定被K 对啊 你到现在还没回来 是啊 那二三十块 三十块 四十块的大众控 很好啊 有买都赚钱啊 赚多少钱啊 对啊 你硬要买到高点了 最高就是8 你三四十块随便买 现在还是大赚 就算真的真的 有些股票 你买贵了 麻烦全国好朋友们 今天这句话你听进去 好 这里是个波段的起涨点 我讲好几天了 确实股票也上去 昨天还有股票涨停 没错 说到昨天涨停 今天继续涨 我希望大家可以认识一件事 就是 当行情启动的时候 它不会同步上涨 我们刚刚不讲了 对啊 所以总有一些股票 会发动的特别快 David今天准备了 两档到三档的 低价小标股 50元以下的 是 希望可以让你 这种短时间之内 用比较快的方式 你把你手上有一些卡住的 麻烦你调整一下 就像我们去年8月12到20 你看我们那时候 我记不记得我送给大家那个 一个是小微一个是小红 有 创伍跟金红 有的 你看短短那时候 才两个礼拜吧 我们就三成 真的很快 时间拉长就超过一倍了 非常快 你是用极短的时间之内 把你过去这两三个礼拜 过去这一个月 你卡住了 不然先赚回来 这才是你最需要的 是 好朋友们 那今天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怎么解啦 顶改啦 顶改 顶改啊 就看我的口罩 红光满面的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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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为什么 老师这没有很红 那是粉红色 听众朋友们可能不知道 因为我今天戴的口罩是粉红色 小粉红 我今天是小粉红 对 老师为什么不戴大红色 因为行情还不够热嘛 所以只有小红而已 我们现在慢慢加温 现在是粉红色的 下次会建成 好好好 这样是建成吗 对 叫我女儿帮我弄一下 小粉红给大家 红光满面的专案 短天期 加低价小标股 让你可以轻松复制 30元40元 去买大众控减便宜的模式 而且是低价股 因为老师 我知道你高价股很厉害 但是高价股会很难换 对 高价股不好换 好没关系 那我们买低价的 好 锁定一些 低价的小标股 欢迎你一起来 好的 让你在极短的时间 创造你极大的获利跟财富了 所以千万宝如果说这一波 盘不是很好 贵买也不是很好的情况之下 如果 诶是呢 如果你手上不小心股票去买高 去追高 甚至有被套的 或者是手上买丁买重 有些不太动的你换一下好不好 这一波真的比较少 就像老师讲的 下来就大家都下来了 对啊 真的 那上去没有一起上去啊 没有一起上去耶 昨天涨停的今天继续涨 昨天没涨的 我手上那些又快涨停 跟其他的呢 就不动啊 不顶不动啊 要怎么呢 你看那个啦 不要讲谁啦 3034连用啦 3034连用 好不好 好啊 对啊 去年赚五十几块啊 五十几块啊 五十还不在那边混 是啊 对不对 在那边混的 三一四一金黄也是啊 不在那边混 是的 所以千万宝 没有弃啊 你也有弹啊 其实就不会很强的嘛 对 它的强度没有这么的强 筹码啦 都是筹码的问题 所以千万宝 红光满面的专案活动呢 让你在极短的时间 跟上迪老师 创造极大的获利的财富了 再加上两至三档的 低价小标普 都是50元以下的 你绝对 马来齐负担在齐的价格 而且你很方便换 因为你高价股很难换啊 所以你给我个200块 我怎么换 老师你这样我会生气哦 对啊 我会生气气哦 很不够意思 所以千万宝 红光满面专案的活动 如何跟上脚步呢 广庄来告诉你咯 好 其实好股票就是这样啦 就像我们刚刚在聊 你知道创委很好 很好 你知道金鸿基本面很好 你知道智元的基本面很好 真的还是有人做到赔钱啦 不要说投资朋友们 我相信观众朋友你不会啦 你看投信是不是做到赔钱 是 真的 每次停顺就收起来 每次停顺就收起来 对耶 对不对 智元你看几次了 只有这一次 最近这两三天 投信买的是有赚的 他变聪明了 他突然开窍了 我刚刚录音前 老师老师 你昨天才说人家变聪明了 今天又在亏人家 没有 那是过去发生的事 我们让他 对不对 那个抵立他一下 鞭视一下 他每次都搞一些傻乎乎的 破线在那边停顺 你看投信这次不一样 破线反而出售买 就是变聪明了 他们之前都是破线停顺 然后转强追 你看创委就好了 同信要834以上 一次不打承 至少三次 一次就两层 至少三次 去查6104创委 妈呀 你看投信怎么没错 就是用8的 唉 你这样不记得我自己讲 好 可以打开 放大一点 来 观众朋友跟我一起看 10月那个就8过一次 10月 10月啊 他就8过一次啊 记不记得了100几的时候 这个地方 我不是跟你说 100几 110几 那是我买的 那天还跌停113 嗯 这个跌停啊 1 隔壁 那个 这个 有没有跌停113 最低113 10月6号 那跌停不就我买的 跌停 这个地方 那时候节目上我讲过啊 可以买啊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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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知道为什么我会跌停海西人吧 有 真的有病 我没有病喔 你知道我买的赚很多 他就是一个指标 不好说啦 感谢投信 赚探投信 我们上次不是讲过那一句了 蘇花加蘇花琴 蘇花高标探探掌听 人家这次没有 人家这次真的有学乖 他真的正乖了 这次有比较厉害的 有更好的 我要问老师 老师这不是看技术线吗 他还不到他的那个选股的标准呢 他变聪明了 他这次没有破信开始买啊 买了你看看 你看资源更明显啊 资源 礼拜五是买一点嘛 3035资源嘛 上礼拜五嘛 对上礼拜五 礼拜五投信买了 2000张 不一样了喔 不一样了变聪明了 乖 但是我买的比他便宜 因为我早一天就买 我是破季线那天买的 你那是乖啊 我们是坏啊 真的 就说你是邪恶 没有啊 我都戴粉红色的不能可爱一下 只有今天可爱 明天继续戴粉红色 明天继续戴粉红色 我一定整合了粉红色 戴好戴满 对啊 没有办法 就没办法腾口罩了 只是这样子啊 没有办法腾口罩了 听话刚好问我说 老师那下次开场 要继续表演腾口罩吗 对啊 是这样不好啦 这样不好嘛 好了好朋友们今天最重要的 红光满面的专案 另外我们所定一些低价有量的小标股 小标股 那当然基本上是要好的啦 当然当然 像其中有一档是 一月营收会创新高的 一月营收会创新高 对大概月增10%以上 哎呦 哦 我不要讲是谁 反正你今天没涨很多 今天大概涨7%而已 哦 可以啦 便宜的股票啦 有 离50块很远啊 有 可以啦你就更好吧 有 有什么啦 欸我真的不知道欸 你不知道是正常的啊 我没跟你讲你会知道 好全国好朋友们 所以那个 红光满面的专案 短天期 所以你的成本是低的 比较没有负担 没有压力 小标股是你一定买得起的 那当然老师我资金到 可以多买几张 那有量当然可以 是的 但最重要的 有一个点 什么点 要过年了欸 对啊 那怎么办 老师距离封关7个交易日 中间的 过年的部分 关于时间的部分 David帮你处理好就好 好不好 OK啦 老师帮你吸收 不多说你知道就好 哈哈哈 所以年后起算 不知道 自己问 哈哈哈 我刚刚都讲了 哈哈哈 有有有 老师这样一点我就通了 自己知道就好了 那广播不能讲 哦广播 对 但我广告可以讲 好啊 你的不好说不好说 不好说 不好说 我们现在不是广播吗 所以还可以 点到就好 有有有 老师诚意非常够 不是啊 就已经跟你讲明这个行情 其实我一直注意到一件事 就是哦 像我今天就录另外一个节目 阿哥林那边的时候 我说你们有注意到 最近像3037联用 3037 星星啊 3037的星星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那个买点很有趣 3037的星星 是不是基金基金 就是我上礼拜跟你讲 可以买那天是最低点 有 今天已经220几了嘛 是 知道我们行不当当赚20块吗 有哦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那个买点 其实就是在上礼拜三四五那三天 嗯 然后呢 这些买点它没有同步出现哦 是分开的 每一支股票又会差一点点 差一两天的时间 可是有个共同的现象 是 过去这一年来啊 现在这个 今天哦 18号 18 海力士moment此时此刻 过去这个礼拜 从上礼拜到现在 是台北股市散户的持股里面 最低的一颗 哇 你不要问我那数据哪里来的 我有偷看一下答案 哈哈哈哈 所以此时不经常戴何时 但是你要想老师 散户少了 不代表一定涨嘛 因为大户也少啊 那有没有人进来了吗 最近有啊 你看是不是 不然那股票谁买的 对啊你看 不要不只看 你看8046南店 我上礼拜才跟你讲的 所以 你看8046 好 你看是松分题 真的哦 好你再看318就警说 是不是松分题 都是上钟 就是你听我在那个位置点 谁会买都赚 有都赚 对不对 不是只有 你说有些股票很强就算了 这便宜你敢买吧 3 2 3成便宜的 你可以买吧 现在都全破了 基本面也好啊 好啊 我就是 真的真的我觉得 我担心行情怎样 那至少你这两三天赚走了嘛 没错 你已经 对哦 你已经赚钱了随时都可以卖 对不对 你是不是买到波段低点 是 那会不会是个大波段的低点 诶 你更好嘛 但是至少短波段两三天你赚走了 你赚到了 对对对 20元30元你已经赚掉了嘛 是啊 对 我如果一刀赚20元 我两刀就回来了 有啊 是不是 我就回了啊 嗯 有 逻辑就是这样 嗯哼 所以老师答案非常的清楚明白 所以才会告诉大家是3个月 这行情本来就有机会啊 嗯 好 你已经居然在口袋了 从上中 你看台北股市 台北股市因为台积电下沙 现在跌125点 嗯哼 看起来很恐怖对不对 可是股票很好耶 强的依旧在那边啊 他还没下来 真的啊 哦 果然 现在1点06分 对 台北股市沙尾盘 今天早上是红的哦 现在变黑K哦 佳犬指数今天很丑 很丑 丑到棒 有没有问题 沒關係吧 沒關係 指数因为前面长太多 它已经先拉 先涨佳犬 佳犬 所以后面会是拉贵买 那你贵买只要稳得上去 其实加圈指数上修正刚刚好 它就不会让加圈指数 过 过于这个 因为哦 你老是拉基盘哦 你会促使市场哦 对于风光行情 其实反而是不OK的 哦 他会有期待 不是 因为你只拉指数 对 你下面那部分中小型股 是很容易被卖掉 哦 但你指数不拉的时候 你是拉中小型股的时候 反而这个市场会安全 嗯嗯嗯嗯嗯 所以才跟你说 嗯 昨天股血要开始拉涨停 今天继续 继续啊 一继续一拉的时候 反而加进去跌 是的 那其他就很好 哦 我不是只有你说 嗯 嗯 这个宏观满面 只能现在红 一点点 一点点粉红 粉红 本红 是的 小粉红 对 今天要带小粉红 许多一个 不要让市场太过于明显 他其实是 不要让大家太嗨 FEES М vous 就會衝進來 那對於電視機 我們這個YD的朋友們 你們就會比較不好操作 但是反而現在對不對 兩袖清風 對不對 兩手空空 所以對於很多散戶就是這樣 不要做了啦 兩手空空 不要看啦 對不對 就朝天要翻桌 要看 在冰什麼 我手頭也沒有台積電 沒有台積電你直接去台積電 對不對 那種感覺 真的不到 還好 我覺得很順嗎 還蠻順的 真的明來語比較順 這個會被逼嗎 不會吧 還好吧 我就沒有台積電 直接去台積電被洗 不是很剛好嗎 我又沒有說啊什麼 還好 真的好貼切 對啊 我又沒有這樣 按就輸了 不行 我只是在訴說心境而已 所以就像老師講的 綜合上述所說的 現在真的是非常好的一個 是很好的買點啊 猜明點 真的 大戶在回補旗鼓 你看嘛 南電星星景說誰買 觀眾朋友你嗎 應該是你啦 因為我上禮拜就跟人家那三次可以買 對 但是除了我們這些 ABF再辦 怪怪的有神經病 有點神經病我們會買之外 誰會去買那種長的 你去看南電星星就上禮拜你趕快 只有我們吧 只有老師 對啊 對啊 答案就這樣 跌到已經腫了 對呀 可是為什麼你敢買 你知道是買一點 你看 真的耶 對不對 老師那如果覺得早上去 他又慢慢的把它賣掉 我們現在還準備低價小標股就好了 對低價小標股 要換新的就好了 好啦 就是洗印就嘛 不要這樣說 我還沒搜索 用誘報 你看本節目這個老師教壞了 有勒 這樣對嗎 什麼都是老師 都是老師 都是我教壞你的 所以扛了 好 的確是大家恐慌的時候我們就要貪婪了 講多嗎這樣講 但實際做 難喔 八倍都講一輩子你聽了幾句 八倍講一輩子 對啊 有時候恐慌的時候要貪婪 那什麼叫恐慌 恐慌是什麼恐慌 什麼樣判斷那叫恐慌 我沒有空 然後呢要升息加縮表 然後呢再來就是大盤回落了 對啊 然後美股的跌啊 ODC跌的稀里花啦 對 然後要過年了對不對 要過年啊 有廉價效應啊 不確定因素 對 對 那種現象就是很多人會等到封關後 才開始進場鎖股票 但是在那之前為什麼有人先下手 嗯 那會不會先下手的股票 它表示它特別強嗎 是啊 我手上至少要兩檔這種 哇 最少 尤其還是低價股 嗯哼 不然我跟你說 嗯大概要兩三檔 是兩至三檔 好啦那種什麼兩百塊三百塊 也買不下去就算了 喔齁 對 就像老師我覺得某某股票不錯啊 可是股價好貴 你就買低價了嘛 嗯 總是還要好的嘛 給你好進去的股票 對啊 你看一個才這個價錢 喔便宜 一個才這個價錢 幾個通販股 幾個通販股 幾個通販股而已 真的 都不貴 不貴 這真的是低價股啦 你真的買得起的 離一百塊很遠的 你小麥節奏就有幾張的 很遠喔 離一百塊很遠喔 嗯 對張 好 好啦下半張聊什麼 好 快沒時間了 快快快快快 快收盤真的 今天先聊聊太久了 跟聊聊太久 沒有喝酒喔 沒有啦 暫時借掉 酒被禮拜喝光了 被禮拜喝光了 再禁 不是樓下有存 樓下 那個還好 就比較少喝 大家不傻傻 老師 樓下就是一個 樓下大型倉庫啊 美叉色 大型倉庫 大型倉庫還可以存 可以可以可以啊 好厲害 你看 不要點那寄放到那邊就好了 真的應該寄放 可以啦 熟客嘛 大卡都這樣 熟客 兩比厚一點就有了 第二階段 好來 歡迎請你回到股市最前線 親愛的好朋友 距離封關只剩下七個交易日了 很多人看到 老師要距離封關剩七個交易日了 然後呢過年 今年又放的特別長 對特別長 然後再加上呢 如果說在過年期間 有很多的不確定因素的成果 存在 甚至會不會 我沒有人啊 我沒有空這個原因 又會再次的 大家會擔心啊 非常多的擔心 一下這人 又誰又怎樣了 一下那兒又怎樣了 一下又我沒有什麼空 對不對 一下又FED又怎麼樣了 要信息又縮表 一下又說會不會三月 現在大家猜三月 升血距離超過80% 很高耶 那一月這樣子好像 這樣幹嘛 對不對 你會有這種想法對不對 很多人會這樣 可是你再回頭想想 我問投資朋友們 問問品話就好 那這兩天股票漲停誰買的 哈哈哈哈 這是重點喔 對啊 誰買的 會去把股票拉漲停 他 他 吃飽太鹹嗎 吃飽太鹹嗎 明明外有我沒有空 他這麼鹹喔 他去把他拉漲停喔 可是 而且不是小股票喔 你看南內欣欣欣欣說都這樣 欸這是大耶 而且也有這樣 對啊 南內欣欣欣說是這個名門正派 有價有量有幾個妹 未來前提也很好 都有啊 還是中高價的股票 而且 趙拉 我想最可能還不是這個 是什麼 海維黨股票很快 什麼 李旺 3529 從2000多跌到1600 哇 今天要大塊漲停 天啊 他昨天躺在地板上 是 你覺得誰買的 絕對不是一般人嘛 誰去買1000多塊的股票 不是我 我也不會去買這個 昨天是跌停耶 對 那個600塊的時候我才有興趣 因為其實很少兩年前 千金股耶 那是以現在啊 現在啦 我們兩年前跟秦琳一新買的時候 600多720 還被他嫌跪耶 可是 對啊 可是我說老師 你不要每次要叫500塊以上 他已經拉回快100了耶 誰買的 他拉了17 拉回1000 對1000啦 他從2500變1600 什麼狼狽耶 今天誰拉的 不是人 拉這種肯定不是人 非常人 對 一定很變態 大概跟我同一國的 我不要跟你講是誰啦 但我大概知道 誰會對李王有興趣 我沒有那麼多錢 所以不會讓人買那麼多股票 天啊 來宅板三雄 我們都知道他的現金非常醜 對啊 上禮拜跟你分享 老師 南電欣欣景碩 你不是最愛宅板三雄嗎 你跟我說上禮拜那種 鬼價錢能買 你不要當我瞎了喔 那所有的現金全部人跟我說可以買 真的 哪一隻你沒賺 每一隻都賺 都賺 送你的 所以 好啦 接下來第二位要買低價小標股 低價小標股 歡迎你更好 趕快跟上 因為剛剛都太高價了 紅光奶麵 你知道為什麼我今天這樣講嗎 因為就有朋友 一些投資人都說 老師你南電欣欣景 你說上禮拜給我的買點 真棒 真的很棒 很帥 但是200塊我看的不舒服 老師可不可以是便宜 可不可以有20塊的 機敏一點的嘛 少一個零就好一點 對啊 這次沒有20塊的 這50塊以下 50塊以下 5020塊以下 是50塊以下 哎唷 距離50塊還有一段距離 對 哇 你愛的 對啦 大家都喜歡的價格 不要一直說老師 那種只照顧有錢的客戶 我都買這麼久 我沒有這樣 可是你發現到 有訂閱YD頻道的好朋友 你都看得到我們的視頻 對啊 你會發現這一波 尤其是上週 上週四五 其實就已經有買盤進來了 我就已經看到 不然怎麼跟你這樣講 所以你看喔 老師告訴你 我們就拿ABF宅板來說 對啊 這三檔你上禮拜進場 你到現在都是賺的耶 就少數也賺了30塊 真的有耶 對啊 明明你覺得行情好像不怎麼樣 大家要覺得農曆封關好像會有危險 是啊 像那個什麼神童什麼得的 對 又在講說阿 對阿娜 就來預言 阿娜不阿娜我不曉得啦 阿娜不在這 阿娜不在這 阿娜我不曉得 阿娜不就是CPO那個嗎 那一隻叫阿娜嗎 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那一隻叫阿娜 那個如果有上過護理的朋友就知道 我知道 CPO那隻叫阿娜 躺在那邊那個阿娜 那一隻叫阿娜 他有個男的 男生另外一名字 是什麼 趕緊再跟你講 我真的不知道耶 我只按過女生 好 過多說 重點是呢 這個行情就像我給你規劃的一樣 所以呢 有些中高價的股票 當然你可能比較不好操作 也沒興趣 或者說你手上的股票卡到的 你也不好換 是 對 我那個大眾控我買比較高 三十塊四十塊五十塊我沒買 是 我買到七八十塊九十塊怎麼辦 對你現在你沒賣都卡掉了 是 但是你記得喔 我的股票不要老是用追的 沒錯 因為我跟妳買的價錢都很便宜 真的 就像上個禮拜我跟妳講 南電星星你都可以買 如果我說這禮拜還要不要追 我就打問號了 一樣的道理嘛 因為你這禮拜在追 我上禮拜買的 我已經可以乎妳了解 已經了啊 欸很好賺欸 我可以賣掉 我可以賣 那三十塊價長 中低價股吧 可以 歡迎你一起跟上 我想說老師你又在講什麼 哪個啦 什麼秘密 什麼月增十趴那個 月增十趴那改天再跟大家講 等我先買好了 更好更麻啦 好你會發現到老師帶你買的點位 我還不是只有月增十趴的 我還有一月營收可以創立即興高的 月增記記證嗎 欸現在一月還沒過完 一月還沒過完 那我不可以講 我老師不可以講的 我覺得我應該猜得到 我不可以講 就是要給你月月增 記記證 這感覺是賣一些奇怪的東西 什麼月月增 記記證 好像什麼 好睡好家 好安眠 對 我們不是 是推紅光滿面專案嗎 紅光滿面 感覺有點像是賣一些奇怪的藥物 本頻道 對我們不是要賣藥的 不是 我們要是短天期加小標股 複製3701大眾控的標股模式 空白空空的標股模式 真的熟你知道嗎 真的 只是我們三四十塊跟你講的時候 沒人要屁我你知道嗎 沒人要鳥我 就像大眾控三字頭 什麼啦 八九十塊大家就很感覺 什麼台頭顯示器 我都聽不懂 那都一樣的 沒什麼差 結果咧 長多了就有人就追了 好標準 你台語變好咧 你看全國所有聽眾朋友們 你們突然覺得平話台語變好了 你看看 講這些話沒得到 每天給你拿虧拿虧你就好了 就好了 對不對是不是 底力 就像我每次虧頭心他現在就變厲害了 有耶 對不對 你看人家支援上禮拜五買多好 求進步 你看真的啊 3035的支援 那個上禮拜四我們買嘛 禮拜三禮拜四嘛 禮拜五是投心去買的啊 這一天 對啊 你看 進步了 真漂亮喔 買到七張那個 但是老師 我給他便宜一點點 給他早買一天 因為我個人是跟你上禮拜四 禮拜四禮拜五都跟你講那個低點 有 公開節目有講 我趕快送你抠訊 我還直接跟你講說就是在這裡 沒錯 而且那個時間是10點22分 是你看都還記得喔 我最會記仇了 好厲害喔 老師真的不是巨蟹座 是天蟹座才對 真的嗎 真的 我是天蟹座的嗎 我覺得你的上升應該是天蟹座 我去查一下 好猛喔 重點是這一波 你真的手上股票到底要留 太弱留牆 太弱換牆還是說 其實我跟你講 太弱換牆也不完全對 為什麼 因為他不是同時長 所以你可以先把馬上要動的先轉走 然後呢 再回頭去看你之前 也覺得不錯的股票 他要動再來剪就好了 這個邏輯才對 這個時間點要抓好 你就可以左手轉 你都要先看哪些 有好玩的嗎 對 裡面都有沒有貓膩 好玩 好玩 好玩的 紅光滿面專案活動呢 讓你沒有壓力沒有負擔 短天期 快狠轉的帶您 把這件損失掉的 少賺到的 你要是被卡到的股票 就可以調整一下 真的卡到什麼東西的 我差點在講卡到 我會講說卡到什麼東西 有卡到啦 沒在沒當趕快換啦 老實說 該換車的你一定要換 對啊 真的不要死守試行倉庫 才那麼難 那麼難 要不是那個什麼 王阿寶川 苦手含咬十八載 這個太老套了 換點心的 真的真的我們是現代人 對 好與時俱進 甚至那你股票不小心去買貴的 買高的 你真的買貴的 稍微 該調整一下 改天有機會再來就好 好啊好啊 所以剛剛老師就說 我們介紹的股票 像是大眾控啦 或是支援啦 ABF宅板這些的好股票 你跟著老師的tempo滿 你一定賺 但是就 但是你真的不要一直追 一直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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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有一天我被K到 真的你會堆堆堆 所以千萬不要好股 要低檔卡位 好股 老師在救大家的時候 一定要有動作 小小妹啦 比較好賺啦 紅光滿面專案活動 給你短天期 再加上小標股 沒有壓力 沒有負擔 我們要複製 控把控控大眾控的模式 快狠準的賺 老師成績非常的夠 如何成績夠呢 平花廣中 來告訴大家 一樣廣閒 給大家打電話囉 節目中再次感言 謝謝David老師 來到節目當中 OK 謝謝平花 謝謝全國的好朋友們 鎖定低價小標股 我們輕鬆賺 YTV那的好朋友 明天見囉 掰 感動 cooling 螢災